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美一下就注意到在欧洲买的 这是我的散光镜老花镜是这个 这个老花镜我太喜欢了 完全已经变形了 但是还是很美 展示展示 所以画家他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美 很脏这个眼镜我没擦 这多会挑 等我有老花的时候我要去找一些这种 哎呀妈呀 所以你瞧见没有 人家陈老师 所以其实等戴老花了还是可以很美的 哎广美戴这个也很美啊 是吗 他可以去做眼镜广告 把这个黑头都放大看到了 所以这个陈老师来了就得审美了 而且呢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图啊 咱们就他来了 就得看看当今社会流行的一些图样 这个图样呢我先给你看一个是个四川 有个叫惠里县 惠里县最近县里啊出来道歉了 道歉了就是说呢他们那个官方网站上啊 发了一个照片 就是县领导县长副县长仨人去现场视察工作 结果给网友发现呢 这个照片啊是这个PS上去的 PS上去的 哎人人你可以看看他们给我找了照片 我一看把我了 装的 这是视察水灾 但是后来我了解到连这个也是造谣 这是网友后来演绎的 原图啊并不是说的这个 是原图是这个啊 说呢人家后来道歉了也挺坦诚 就说我们领导那天确实是到公路上视察工作了 但是呢照片没照好 所以官网的工作人员 自己就PS一下 然后接下来 你看现在这网友们 这个创作能力就出来了 说现领导视察足球了 记得这齐达内 撞倒那意大利队那个 你再看下边 现领导视察白宫了 就抓拉灯 然后再看下边 现领导唯一关郭美美 这郭美美是最近 在那全国最火的一个明星 郭美你听说郭美美了吗 我听说了 我那时候在人在欧洲 一个网友就发了一个链接 给我跟我讲 郭美姐你看看这女孩 多炫富 我还真的那么贵的一个上网费 我还真的上去看了 我现在想 要我关注这干嘛呢 结果回来之后就渲染大波了 人家陈老师 我们一讲陈老师说 我一般对这种很快就过去的人和事 我都不说 好像是我不知道说什么 应该 但是有些事你可以看看 郭美美是个什么样的造型 我觉得倒是也可以看看她的图片 因为现在不看不行了 咱们导演也可以出 你看 这是郭美美 我跟你说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这玩意我给你看看这个吧 这是我觉得举世罕见的 就是说全国网友如果要围观一个人 那简直能让你做到无所遁形 现在有人总结 对于郭美美炫富事件 搜索已经超过了120万次 关注的县民超过8000万 新闻26000次 数特级舆情事件 咱们的一个舆情标准 已经达到特级舆情事件 超越以往任何娱乐事件 出现及时人肉搜索 及时文艺创作互动 微博天涯挖掘模式 已经形成 我一看到 我觉得这玩意就是 就说这女孩子 真是有点犯了就是中怒吧 香港有句话呀 广州话叫哈眼曾 哈眼曾是叫什么 乞讨得起 憎恨的憎 就很像你招人 对对 猜你们这不是 但是这一下之下 我觉得他这个怎么活呀 你比如说前几天晚上 说从深圳 他挑的可能是半夜的飞机 从深圳飞北京 这飞机还没起飞呢 跨网上登机的身份证号码 登机牌 座位 实实是经纪舱啊 头等舱啊 跟他同机登机的人是谁 刚才你看到这个照片 就是到了北京机场 摄影机就等着 等着呢 他不是说他炫富吗 他现在已经啊 拿个塑料袋 藏着自己的包 然后那采访的人家说 你为什么拿塑料袋 挡着你的爱马仕包 就这个路子 就不说话呀 就一直是 慌了 全民为宗啊 这个你有兴趣聊聊吗 你们聊 当然这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他大概还是忘了 这是一个电子媒体时代 年轻嘛 一冲动 因为可能没有一个时代 像今天这样 能够鼓励虚荣誉 这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炫富 其实就虚荣誉了 虚荣誉分几万种 但是今天这个媒体 就给你机会嘛 你不是要虚荣吗 从来没有这么方便过 一夜之间 以前你还得找媒体 你现在你自个儿 可以往上割 所以这是个媒体的事 不是郭美美的事 郭美美跟20年前 他怎么炫富 他到哪去炫富 而且我自己这么 咱从最朴实的角度去想 我认为这个 当然有些人说呀 什么炒作呀 团队呀 但我不知道最后对个人的得失该怎么算 但是咱要从最朴实的角度 我常常觉得微博是不是有一种掩耳盗铃 或者说你比如一个普通人 他实际是个公开的 可是他平常没人关注的时候 你也就是你小圈子朋友那几个人看你的微博 所以你愿意说我买了这个 或者我们开了个生日party上游艇了 骑德国赛马了 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你要一旦被关注呢 一下子把你自己吓着了 会不会你光明你觉得有这种情况吗 大概在半个月前我在飞机上看到一篇 我在往欧洲的那个路上的一个飞机 一个报道 他就写说现在那个Facebook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他大量的这个宪明跟网民已经流失了 大家已经开始厌倦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之前我们也觉得Facebook的力量非常伟大 非常恐怖 它那个蔓延跟渲染的速度是很厉害的 就是跟微博现在在中国发生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但是呢我说真的我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心有余力不足 你到底是应该去关注别人还是忙着被人关注呢 就是因为其实我的粉丝不算多 因为我不是一个勤劳的微博写微博的那个支微博的人 但是我又觉得我有必要的 因为我有一些所谓的铁杆粉丝 他们是条条就是不断的回应你 然后可能一个一个一个东西他回应你好几次 像这种我如果不回应他的话 我是于心不忍的 所以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真的觉得 我私人的事情公司的事情已经弄到我力不从心 所以我都好想让我潜一下水吧 所以我以前潜十几天 然后每天就国民姐你有潜水了 梦眉眉也快崩溃了 您原来也是开过博客 我开一年马上就停了 你为什么当时你是不是有个声明还是什么 就为什么停了 没有声明就是一个再见嘛 就是再说两句就走 我立刻发现这不能久待赶紧走 所以等推特上来谁都让我开 我一天都没有想过要开 为什么呢 这还更早的就是我只要开始在媒体露面以后 我就发现它会是个困扰 就你有一部分生活会失去 这个是我很在乎的 就是那几早直播 我就发现那天我是碰见一个明星 这明星开始就发表一通红论 你让你一听 你就觉得最近他碰什么事了 他叫红论就是说 说靠出名挣钱的人 那在古代那是下贱的人 就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子 夏九流完全是有道理的 你靠真正的贵族是无名的 我说你最近碰见什么了 他说的不对 靠媒体吃饭 古代还没有媒体 就古代一场戏就一场戏 他不可能当晚转播 然后你可以转发群发 不可能的 媒体指的是复制传播和速度 所以今天就特别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事情 他是两面认 一面就是你想红太快了 史上从来没这么快过 而且都有可能 谁都能红 但他另一面就是你试试看 马上就上了 现在郭美美不叫陶吗 对 你说而且而且他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今天说封闻要逃往澳大利亚 然后澳大利亚的使馆工作人员就证实 今天他们已经接到了数百个至少是 你看下午致电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电话 他们要求澳洲政府暂停郭美美赴澳签证 澳洲使馆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把中国县民的请求转达给他们澳洲上司 这就是文革 文革就是这样的 这其实很可怕 很可怕 就是一面就是像郭美美这样的女孩子 她要虚荣 她现在立刻尝到这个 而且扯红十字会 她的代价 这不去说她 我不是很关心这件事情 但另一面网民就在人肉搜索 然后就要这么义愤填衣 要去弄她 文革就是这样 文革就是群起而公之 群众专政就这个意思 就是那会儿也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媒体 可是我们从小就知道会全国通缉一个人 然后一旦揪出来以后 所有你不管跟他认识不认识 跟他相干不相干 都可以侮辱他 逗他 这个最最最终他 这样子 很多人就这样死了 就还没开始的就吓坏 就自杀了就 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就这个恶不能放出来 就是人的好奇心 人的恶意 或者众人的好意 加起来他变成一个恶意 就弄死很多人那时候 就十个人以上忽然都在打听 你就会害怕的 何况几百上千几万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是要是全民调查 全民跟踪 全民制裁 全民执法 这个东西谁能逃得了啊 所以你说这个奥格尔想1984 1984想的不是这回事 他是个老大哥的意识形态集团 但是他没有遇见到 这个后现代的这个电子传媒 变成这回事 所以没有一个老大哥 大家都可以监视 也可以 也会被监视 可是就你这么说 在网上追踪郭美美那帮人网友 就得猜你啊 是吧 难道正义在哪里 他们这个 但是呢 他跟文革又一个不一样 就是他很快又去追另一个人了 你比方台湾 台湾你还记得习美凤吗 我刚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 现在谁还记得到 曲美凤 曲美凤 对对对 这马上就过掉了 还有就几年前那个燕照门的事情 余波当然还有 你非要说的话 可公众已经找另一个人了 对所以我为什么不太谈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只是说 right now 这个就我们所有人来弄它 但是如果出现另一个目标 大家又会去弄它 没错 所以他诸葛亮的话 他得赶紧找另外一件事情 人就往那奔了 就是早已经翻篇好多回了 当年的燕照门 今天都给离婚门了 这就是群众的可怕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是这个不行的 这个广美是过过好日子的人 就是我就说这个炫富啊 我这个土鞭啊 我连他说的那个车 我就没听说过 他们说这个郭美美 说他弄的那叫什么 马沙落 马沙拉蒂 马沙拉蒂 对 我以为是那个马沙百货 你知道吗 我说这还是名车呢 这是土鞭啊 就是你说 他们 广美像你这个 过过富贵日子的人 你有什么感觉啊 不是你知道 我这个说 你问你问 广美啊 当年呢 那可真是请家荡产 反而有特殊的人生际遇 请家荡产 过了一回在欧洲啊 顶级消费的这种生活 就第一拜总统套房 也住了几回 对吗 就是你是经历过的人 其实这些东西 我不晓得 就是我为什么 对这样的新闻 其实说真的 我跟陈老师一样 我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年纪的小女孩 她手拿爱马仕 然后把爱马仕 放在自己的前面 就是说那个爱马仕 比她自己是更重要的 她在那个马沙拉蒂 前面摆pose 你知不知道 马仕拉蒂 它的珍贵到底在哪里 这个品牌 你到底对它的认知度 到底有多少 只是因为它要 它是一台要上千万的跑车 所以你觉得 就是 是那个车在开你 不是你在开那个车子 我觉得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车子 可能一个奋斗了一辈子 半辈子的富豪 都不一定买得起的车子 一个20岁的小女孩 开这样车子 你应该觉得很光荣吗 我是真的觉得很无聊 就是突然暴富 长期自卑 然后到了小孩子那 他有可能了 他就暴富心 这个有遗传基因的 就是几代人自卑 压抑 然后他最快证明自己 那当然就东西 这就像是那天 我们讲的一个 这个现象 说英文里有个词 叫个什么 name dropping 我发不准 就说拽人名 你看 拽人名 拽名牌 拽这个 甚至拽身份 为什么会搞 他为什么会搞出万人恨呢 就因为拽 没拽好 拽到红十字会头上了 什么红十字会 是商会总经理 这不就是拽身份吗 他原来的登记 认证是个演员吗 后来自己就去改 你这都是这些 就像你说的 好像一个人 都是他的外包 这个风气是西方带坏的 西方自从消费社会以后 就出来名牌 这一说 二战以前的时尚 跟一战以前的时尚 十九世纪时尚 还不是这个样子 消费就是忽悠你 这是给你生活方式 这不是一套衣服 不是一个包 从此就怎么样 但是齐老师 对于你这个说法呢 我又有一点点 我自己的意见 对 她是过我好日子的 她不一样 对 说过的话 我觉得呢 就是说 对于一个欧洲人 她一辈子 去拥有一个LV的包 对她来讲 已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对于 我觉得现在很多亚洲的女孩子 尤其像我在香港 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我在那里住的时候 我也觉得 一个月去买一个LV的包 好像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你的那个整个比例 就是说你生命的比重 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说对她来讲 一辈子可能干几回的事情 咱们一个月要干一次 甚至于一个月要干几次 我就觉得这个 已经把自己的生活价值 有偏差了 所以我还不觉得这个是 但问题是西方 最早输出了这个价值观 咱们清楚于然了 因为你说的这个欧洲人 在欧洲也未必很多 当然普遍教养 普遍的一个水准 是比咱们高很多 这种疯狂的出格的情况 不会有 这种fantasy这种 但是呢 他真的在输出这个概念 然后概念的问题 就像马克思是西方输出的 可是跑到亚洲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消费概念 时尚概念 跑到亚洲也会走行 也会怎么 他向欧洲人使这个输出 假定向世界输出 但他绝对不知道在欧洲 或者在中东 他会收到这个果实 商出日本人开始虚荣 也是集体出去买 然后慢慢是香港 台湾 南洋 中东 迪拜什么这些 那现在不过就是轮到大陆 而且呢 就是他说的这个 也有一个道理 就是 这种行为 这种方式 本来呢 过去是小圈子 你可以这么宣扬宣扬 范围不广 不不不 但是他这个真的是二战以后 消费文化起来以后一个怎么说 他真的是有计划的 他跟传播的发达 交通的发达 旅游业的发达 当然还有全球市场的关系 都是整体 都整体 然后他就把讯息散布出去 一整套话语 那这当然结构主义哲学家 分析很多了 什么叫做时尚 问题 罗兰巴特在那分析的时候 他也没有预见到 会到今天这个程度 就是一切都跟传播有关 所以西方带了很多头 我们不能确断然说 那是个坏头 但是这个魔鬼一出来 你不知道他的形态会怎么样 尤其是被带坏的那个国家 那个区域的文明 他会做出新的反应 他会创造性的就是 运用消费文化 运用媒体文化 传播什么种种这些 所以我非常期待 就是中国的所谓 Cultural Studies这些学者 来分析这个现象 Cultural Studies什么意思 就是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 所谓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就是今天发生这事 咱们没法解释 以前没有过 但他一定是跟这个那个 他有关系 因为我是不懂这些 但是我好奇 我会看这事情 怎么会到这一步 怎么会到这一步 虚荣于人类不会变的 围观不会变的 恶意不会变的 这都是老花样 问题是传播是新花样 电子媒介是新花样 所以人在这个媒介当中 就花样就出来了 这个枪枪三人行 先去广告 广告之后见 枪枪三人行 这个媒体固然 带进一个新的时代 大家沟通方式两样了 但是我还是坚持 就是每个国家 原来的一个文化形态 它会起作用 所以当它出现 一个新工具的时候 它原来这个形态 在方式会变 但它一个价值不会变 比方说人跟人要尊重 或者有个底线 或者语言上的 一整套游戏规则 大家要知道 那到我们这儿 它这个又是另外一套 一套交往规则 我们这交往规则 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人跟人的诚意诚信 还有这种自由度 和约束度 都有问题 然后你忽然出现个新工具 他们乱用 没错 就是我想起我开头说的 就是我那个发牢骚那明星 为什么他说 这个靠出名 挣钱是贱民呢 他就碰着一什么呢 他说我觉得 我完全享受不到 就是前些年还好 他说我现在 也完全享受不到 出名和挣钱的好处 我没法生活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好比我在哪坐飞机 这个飞机延误两个小时 全国各地的朋友 就给我打电话 在飞机上等着呢 在飞机上等着呢 他说你们怎么知道 上微博了 就坐你后边的 对 就看见你就拍 他说即便不拍 文字就发上去了 他在那哪 他跟谁谁谁在一块 你说他 他确实享受不到什么 不敢活着了 对 我在飞机上等飞机 就是等他起飞 也是我这边自己发微博 后来就说 孟老师我坐在你后面 然后再来一个 就是说 你的护手霜的味道好香哦 这叫怎么聊呢 但是我觉得 他没有太过分的 我觉得尺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候呢 我的感觉就是 你接到这么一条 我觉得我被拉链被人拉开了 就这样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 强大的恐惧感 我觉得那时候只是觉得 自有一个会心的一笑 我转头 然后就扫了一圈 我笑了一笑 因为我不晓得到底谁 因为他也没有来打招呼 还是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第二个 说你的护手霜很香 这个就真的有点点恐怖了 还是说我觉得 我们就是嗷了 应该适应这个新年代 就是这种私人生活公开化了 家庭矛盾赤裸化 我相信他会自己调节 你潜水潜的挺好的 对 对 我一直潜水 偷看别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人性 人性 对 人性 所以这个 人性